昨天善善取青苔,路边看到一棵蚊竹 没拿工具善善,直接拿起棍子就开始撬 随便撬一点就能看到根,不过下面的根长得比较深 撬断了两根棍子都没有撬出来 最后只有用小刀切一段根才取出来 在根的中间可以看到几个小的芽点 回到家剪掉比较长的根,用小盆就直接种起来 因为撬的时候把整个根撬散了,分成了两盆来种 一般在第一次种下的时候我会浇两次水 预防有一些小的土块,没有充分的蟋蟀 第一次挖蚊竹,种蚊竹 以这样的方式种,不知道能不能成活 一个满足好奇心的举动,是不是觉得很无聊呢 但我觉得对身边的事物多一点好奇心 多一点亲身的经历,总会胜过无所事事的打游戏 请你帮我点个赞,我是李祥鹿 我们明天再见 三个月前买的三棵鱼树,改做过一次造型 因为没有换喷土,生长得不是太好 所有枝条都长得细细的 先把杂乱的枝条剪掉 之前这里预留了一个枝 作为主叠枝的一级枝 之前贴了锡子在伤口上 所以没有在顶部发芽 再次把枯掉的树皮剪掉露出一点点伤口 希望通过这次修剪可以逼出新芽 上次修剪最大的伤口愈合还不错 三个月的时间就包起来很多 继续贴上锡子保护伤口愈合 之前剪下的枝条 千叉了四颗在111期的节目当中可以看到 没有进行套袋 现在叶子还是绿的 也有小部分的新芽 不知道是不是活了 这棵鱼树现在还缺少着最重要的组织 希望这次修剪后 在这个地方可以发芽 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向路 我们明天再见